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对你嘲讽的意思就是老师 是吗 你这么理解吗 那我该叫你什么呢 叫刘索拉 其实我喜欢这个名字 听上去就是音乐家 他的名字很容易叫 对 刘索拉 我最早知道这个名字 还是写的小说嘛 这个你别无选择 那个时候好像正是我高考前后 提供给我一个对大学生活的想象 我是真好玩 这么一帮疯子在一块 挺有意思 徐老师你是什么时候的大学生 我是怎么来说 我比第一届高考还早一点 怎么还要比第一届高考 七七 就是七七节 七七节不是恢复高考吗 我在这之前就讲来话很复杂了 我那个时候读的叫七二一大学 所以有次网友们跟我说 这些词汇要入词点 知道听过七二一大学吗 文革中间的 文革时候毛主席发过一段指示 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毛主席有一段指示 这段指示七月二十一号发布的 那以后文革后期就办了一个 其实就类似于工农兵大学生 我知道这个 我差点也变成这个 中间我也去考过这工农兵学员的音乐学院 就是你说的这一期 我差点也就变成他们这波 所以你像我跟刘老师学音乐 我那天看到他在音乐学院讲的那个稿子 真是有意思 我觉得你这个外行能懂 我一看 比如说唐皇 莫扎特做的音乐 通常按说唐皇是个灯徒子 好像是挺干嘛 调戏妇女什么的 按说妇女在道德上应该是对她贬斥的 可是说她这个音乐 当这个妇女受到唐皇引诱的时候 突然有一段非常柔美的东西 这个东西反映了莫扎特对于这种行为的某种看法 我觉得真有意思 好像说是人的这种本能 唐皇是个很典型的这种形象 但是你跟音乐学院的学生讲这个 他们会给你提什么问题呢 他们提了个 他们的反应非常强烈 而且大家都特别认真听 但是最后有的时候 小孩就会提这种特别 小孩的问题 就是非常幼稚的问题 比如说老师你讲的这情欲是和三级片是有什么 是怎么联想 是不是就是三级片 所以小孩们就会提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想的可能他们关于这种情欲教育很少 就是说也许色情的教育有 或者说爱情的教育也有一些 就是说色情爱情 他们是给分开的 就是然后中间这个情欲 这东西就是很少在说 或者说比如说情欲和创作 情欲和你的在社会上做事情的这种反应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联系 因为我讲的不是光是就是性 是吧 我讲的是这人的情 其实这个情欲是一个包括很多的情 人要有性情 活的要有性情 其实这很重要 艺术创作上也是一个能量 不光是艺术创作 哪怕就是说你做别的东西 人要有性情 是吧 一个人就比如说你自己人姿势好看 他也是一个就是一种性情 那时候八十年代那些大学生的时候 喜欢读的比方跟性有关的 Lady Chatterless Lover 那个那个查特里夫人的情人 查特莱夫人 金瓶梅了 既不是当爱情小说看 也不是当色情读物看 是在中间找一个 可是现在学校真的不行 你像最大最近那个香港中大的风波 闹得那么大的 对 就是这样 就是现在香港的学生 现在他受主流传媒的影响 他搞得像 就是像那些杂志的风月板这样 而自己还不觉得 就是说他没有那个探索的 探索的那个境 这是很不一样 什么道理 我现在觉得就是 我跟现在的大学生有一些接触 你要说是情欲 他实际上他在性行为方面 太解放了 不得跟多少人上过床了 但那不是一回事 对 但是他好像 你又觉得他很幼稚 对性欲 对情欲 他不大想 但是他照样可以发生这种行为 其实这个是国外也这样 我记得就是你看 老一代的人说 性欲是 make love 是吧 make love 但是后来我就记得 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这一代的国外的年轻人 已经很讨厌这词 make love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 就是 然后因为那就是 这你们倒是得删了吧 是 然后就是说 那我就是白说了 然后就是 就是 就是 fancy 就是这种 let's 这特酷 就是 然后呢 但是你要说 make love 就觉得这人 真老套子 还做爱 就是这种 怎么做爱 咱们就干去吧 就是 fancy let's 你觉得 你觉得现在外国的 这个男女大学生 他会这么看性吗 他反叛 现在他是 他是故意 但其实他也有情在里头 但只不过他用词的话 他就不想再用老词了 就比如说 他不想用这种 什么sweet heart 什么making love 这种就是老词 然后呢 他新的词就是 咱们就干一下 这没什么 就 意思就是说 没 这不代表什么 不要以这个 呃 干一场 就以为是 咱俩非得怎么着了 你不要以为这个 而且我觉得 就是说 国内现在是 对这是混乱的 比如说 其实这很重要 对一个 尤其对女孩来说 就是在国外的 这个年轻人的 整个感觉就是 你选择 你跟谁在一块 你今天是不是 要跟谁在一块 是吧 你选择 你不愿意 你就走 咱们大家分开 两边不愿意 或者是 就不合适 算 这不算 就不是象征说 咱俩非得 掉了一辈子 或者我亏了 但是中国的女孩 有的时候会觉得 我怎么亏大发了 就是我现身现大了 所以这个其实 还是把自己 搁的一个特别低的 一个 一个 叫以身相许 那男的一听到 她是以身相许 就怕了 我觉得现在 有些女孩子 你说她对性 是什么态度 她实际上是 完全是目标明确 反而没有我们 那么多犹豫 比如说帮大款 帮的就是你 上去就坐你腿上 你知道现在 四五十岁的人 他都不知道 该怎么打交道了 真的 对 他还觉得 像咱们当年说的 泡妞啊 细果 现在不这样了 人家要对你有所欲求 直接就坐你腿上了 都是这种直来直去 但是 这个性对他来说 就是不是个什么 享受或者不享受 是个达到目的的 一个手段 而他在这么想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 咱们所谓的道德负担 挺有意思 他怎么上 其实没关系 主要是他 就像他刚才讲的 他有没有带的这个目的 如果他是为了 他自己高兴 对 我老子愿意 我愿意 我今天证则 那那也什么呢 然后你捏白白 是吧 对对 我把你解决了 那他很高兴 但是说如果他想着 我跟你一下以后 你下次得给我上一个节目 之类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好了 他已经机会来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本来说高考 一扯扯情欲 你为什么对情欲 这么样的感兴趣呢 其实我想是 因为呢 我也不是想把这个 这个比如说 这演讲稿子 给所有大学生讲 因为其实是针对 音乐学院的学生 或者比如说美术学院 就是搞艺术创作的 因为我情欲和创作力 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因为 其实创作的过程 是情欲的一种 发挥的过程 创作的过程 就是情欲发挥的过程 咱情欲发挥了 没创作就浪费了 听懂了没有 就是能量了 就是你不要创作 你就整天 男人就是俗啊 你整天泡在情欲里 你就在创作呀 这也算创作 你在创作生活呀 安慰安慰 这在创作生活 因为其实 昨天小孩 给我有一个孩子提出来 也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说那你老师 你给我怎么解释 高庚说 他宁可呼吸 不愿意创作 其实这是一个 很深的说法 就是高庚说 这个呼吸和创作 那个呼吸本身 你怎么呼吸 你能会不会呼吸 你懂不懂呼吸 这个就是创作 这是为什么我们 比如说 呼吸和呼吸 是不一样的 平时咱们说话 是一种呼吸 唱歌是一种呼吸 平时没事 白浪费 说废话 是一种呼吸 然后或者 没事干 F什么心的时候 也没有呼吸 对呀 没错 你做爱的时候 是一种呼吸 然后呢 打坐的时候 是另外一种呼吸 然后做这个 这个唱经的时候 唱这个Om 就是所谓这个 这个佛教 宗教里头 那个Om 是另外一个呼吸 我前两年来北京 王蒙跟我说 刘索拉把我早去听 一个什么音乐 说是爵士乐 跟跳大神似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回事 那怎么呼吸 我听过他的 那也是呼吸 我听过他的音乐 把王蒙给 他的这种 就是这种 即兴的这种 这种演唱 这种 我觉得确实跟 内在的某种能量 或者我们通常说的 潜意识 无意识 有关 而且那个时候 我看你那个书 我就有一个印象 我很同意 就是说 艺术创作 或者说表达的东西 跟身体有关 我们通常很多时候 讲理论 原来身体写作 你那时候就开始了 轮不到 就连我们这个主持人 你说话 你今天会说成个什么样 跟你的呼吸 跟你的身体 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对 最近性能量 一直憋着呢 这么能说 不是 按理说 你要是做这玩意 做多了 你说多了 你回家就没劲了 没错 他这两天在抱怨 完全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我可以验证他 比如说这两天录像 每次录像完了 我就一直郁闷到天黑 就是这个情绪 它跟个能量似的 你这么发作出去就下了 而且呢 平常生活中 好了好了 知道人家 你还是原谅你了 对对对 你说这特的 我想起来就在国外吧 一般的来说 你看摇滚音乐家 都特疯在台上 然后 我总觉得他们是有毒品在帮助 他这么疯疯癫癫的 这是一件事 就是说 分着说 你要上台的话 是不能吸毒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行里的规矩 就是说你下台以后干嘛都行 因为你上台以后呢 你要是如果有吸毒或者什么 喝醉了或者什么的 你找不着感觉 可是他精神怎么受得了 你看他这样跳跳跳跳跳 因为这个音乐本身是毒品 像他说的 音乐本身已经让你很高了 你不能再加高 你再加高 加任何东西让你高 你拍了就错了 可能会失控 你失控以后别人怎么办 因为这音乐是集体合作 商业行为 不是商业行为 它是合作行为 它不是商业行为 合作才出一个好声音 所以呢 如果你失控了 你以为这样特别好 别的人就能听出来说 这不对 我们没法闹了 所以这是一个规矩 你上台之前绝对不许有这个 因为音乐本身已经让你很高了 就打我的问题 我一直看到他们那 风风颠颠的样子 我以为是要性化作 而且音乐本身 尤其现在这个 贝斯特重的这种声音 它本身和毒品的能量一样 就这声砰一起来 你的寒毛孔全打开 对 音乐就能让人嗨 我听过有重的音乐 那个贝斯打的你就像按摩一样 对 没错 感觉就是有人在帮你按摩 而且这时候你就 你就希望你更 声音更大声更大 寒毛孔再张开再张开 你观众都觉得要发疯 跟着发疯 那这个我就要说什么呢 就是说往往这个结果是什么 回家以后就弹了 就是所以你看好多 搞这样的音乐 人在台上特酷 特漂亮 特风光 所以就生活也不能复化 基本上就高完了 就能量全在那儿 回家歇了 活一口气 回家歇了 经常听老婆抱怨 说怎么找这么迷人 回家 还下面那么多坑迷在那里 所以他很难满足 其实全都发泄了 在这场上 这种音乐 它是声音特别大 然后相反的古典音乐家 因为古典音乐是非常有控制的 憋死了 古典音乐家 他集体出来以后 声音要控制 尤其演奏巴哈什么的 这种古代音乐 声音要控制的特别好 所以往往演奏家 其实憋死了 就是他那个根本 你不能说随便 就这么发出来 他要特别控制声音 特别好 而全是小声音 表示这种控制 它显示着一种特别美的控制 完了以后 古典音乐家就疯了 一个个的 古典音乐家是生活上最浪漫的 其实 就是说最疯的 因为他在台上憋结了 台上太憋了 今天这节目以后 很多女孩子 教授们都是疯的 其实在生活上 是不是 大学教授 平时你的工作 工作太无聊了 学老师的私生活 我现在只能靠手机来 叫人家挖一下 但是像这种东西 该如何评价呢 就比如说 你的好坏 这是创造力 咱俩 咱们就说 胡说八道 说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 情欲和创造力 这是能量 就是说艺术品 能量守恒定律 这是能量 在艺术品里的发挥 就是说 它其实是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控制 是一种能量 比如古典音乐的控制 还有这种 宗教音乐的呼吸 用这种呼吸 它又是一种能量 但是那些能量 特别大的 常常听说是画家 而不是音乐家 对不对 没错 那些男的画家 都是各个生活腐化 对不对 咱们现在谈 你说谈情欲和创造力 还是生活腐化 看在别人眼里 就是生活腐化 徐老师看样子 最有感兴趣的是 生活腐化问题 我最有感兴趣 就是情欲 就是创作 大学教授 这个我还真跟他学很多东西 对 因为他给腐化找到了解释 不是开玩笑 我就说 我看你讲这个堂皇 我就意识到 他说莫扎特 在这么一个音乐里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道德归线下 实际上 他在他的音乐里 你要注意听 能表现出艺术家 对于这种自然生命的一种赞颂 比如说 一般我们讲堂皇这种 就是花花公子 你不就是道德败坏吗 原来都是英雄 原来都是被歌颂 语境不一样 真的 你比如说 你要跟接头老太太去讨论 那就是生活腐化了 但是呢 他知道堂皇 他知道西门庆吗 你把堂皇跟西门庆搞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时候 他表达的东西就是说 这个艺术家 要创作的 这个要依赖于什么 比如说 我们不是给艺术家生活腐化找折 而是客观的分析 人心里就这么一股能量 他有些时候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洗心厌旧 或者说是 甚至是不断的 甚至上面说爱因斯坦都花的厉害 但是人家先慢慢讲啊 有所创造的人 他就得不断追求新的 咱们得翻过来说 就是说男的花女的也得 也得这样 对 女的也 因为我在音乐学院 小孩们就也给我提论 说那这个彻底 这不是对女性的一种蔑视吗 就好像男的一上 女的就都软了 就这意思就说 好像为了 男的一攻击女的 就都投降 他说那这个女人 我说其实你不要光看 这是男人的一个问题 这是女人一样 你要把它平等的看 就是说 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一种进攻性 或者有一种选择性 在性上 在情欲上 这很容易 不过按照你这个说法呢 我立刻倒不是想到教授 我就想到我们领导干部 我们领导干部就更严肃了 开会呢就更认真了 现在而且规定 他们又不能包二奶 对不对 就违反党纪的 按他那个说法 那能量就更没地方去了 所以领导干部就批命的 要做好政治工作 为人民服务 多为人民想 就是这能量就出来了 创作 这是创作 他要批命和救灾 去为老百姓想 老开会 老做点好事 其实能量就出去了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观点呢 说得远 没错 没错 所以领导干部 他这个多吃多战呢 往往一找 找几十个 咱有时候看新闻 觉得不可思议 他找一百多个 就是开会发言太闷了 对 但是说这个能量憋得太大了 他不是 对 我就说正事 我跟你说 说正事 我就说我想起啊 照他这个 你要照咱们另一位女嘉宾 郑佩芳的观点 就是说你要是在中国社会里 男女平等 女人也可以有性的这种寻求啊 一般会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吃亏嘛 你要鼓励女孩子这么干 女孩子不吃亏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错误的 就是你不吃亏啊 你占便宜了 那咱们这社会一般还都觉得 你占便宜了 占多大便宜啊 其实这个东西 男女的关系 其实是男的在牺牲啊 男的比较累 男的累啊 其实女的享受啊 这个其实是占便宜啊 你要这么想的话 这个其实 这不是跟我们站到一个立场了吗 捐出精华的全是我们的 力气活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刘索拉呀 真的是不叫他老师了 我估计他得把某些观众给吓着 但是咱们要能够接受 其实我觉得 真是可以向他学习很多 你的这个思想转变是怎么来的 你本来也是个普通的中国女子吗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道德环境下 从小的这个教育 你怎么实现了这个观念上的很多转变 这个就是叫自我反省啊 因为普通的女孩 我长大的过程跟所有女孩是一样的 刚开始你老觉得 好像谁把你背叛了 你怎么吃亏了 你怎么现身了 我以前也有这个 但是这个不好 我不喜欢活在 就是说感情关系里 永远活在埋怨中 永远 因为你自己不主动 或者说你哪怕主动 然后你主动就觉得 这个人呢 就是说 经常在爱情中间 有的时候 尤其是女孩啊 觉得自己付出了 就觉得自己要有代价的 要有报答 要有回报 要有回报 但你 无意识当中把自己当作伤 其实不好 就是说 哪怕感情也是一样 感情也不需要回报 因为你爱一个人 这是享受 你已经享受这过程了 你不要想着我爱他 他必须爱我 没那个事 但是恰恰他这样 他 我不知道 我没得到他允许了 但是我觉得 他爱得很好啊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88年 在香港开会 对不对 他说港大就有个教授 惊为天人 之后就一直追他 一直到现在 你看二十年爱情 他那个 说一套 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那段爱情 还没开始了吧 对不对 那是88年我们开会 刚刚开始 就港大会议组织者啊 看到来了个 你别无选择的一个作家 他就别无选择了 是不是理论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吗 没有啊 他行动的也很好 就是 你说谁 我呀 对啊 性追求啊 不 那当然就是说 我不想多说 我没那么傻 我不都在这儿说我自己啊 我没那么傻 你怎么是电视啊 咱们说别的人 不能说我 把我事儿过去 请医师操作 请医师操作 讲别人 你讲别的女同学 对就是 我在说这个 感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 它是一个平等的 我也是作为一个女人 反省了这么多年 去再 明白好多这样的事情 而且所以呢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到最后 你选择 你和谁在一块 或者你选择 今天和谁在一块 或者永远和谁在一块 是你自己的选择 这不是说一个交易 交易 不但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很多女的 她把感情跟生存的需要 混合在一起 她自己都不分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这个是一种 就是说 没辙的一种东西 那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另外一种 所谓高尚感情 也是有问号的 比如说 我们碰到一些女孩子 她的确实是高尚感情 她爱一个艺术家 她爱一个艺术家 我也收到这样的女孩 给我来信 说我爱一个艺术家 我对她全付出了 因为我是一个商人 我给她买所有东西 然后呢 但是她一年 只给我买了一束花 比如说 我收到过这样的来信 问我怎么判断 女的给那个男的 买所有的东西 对 然后男的一年 只给她买了一束花 什么都没买 你看你这个观念是错的 我给她的回答 就说你愿意啊 你享受了 你给她花钱 不心疼 那就叫爱啊 你爱她吗 不是 你爱她 她是个艺术家吗 她是艺术家 她没钱 如果你要想找一个 同样的跟你 要送礼 给你什么的 那你不要找一个艺术家 你如果找一个艺术家 她是对你这样的话 就得找个艺术家 那你要爱她那一段时间 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跟她吹 她说我觉得吹 那你吹 她说那我又觉得亏了 我现身了 那你不能觉得 你